宝宝成长手渣 第九周 现在宝宝后姓门大约已经闭合 说明软骨已经变硬成为骨骼 大多数的宝宝夜里连续睡眠的时间会更长 并且在白天会有固定的小睡习惯 它四肢抽动的动作开始减少 变得越来越有韵律 宝宝依然喜欢研究自己的小手 直到累得举不动 本周宝妈可以帮助宝宝做什么 如果宝宝大部分时间只用一种姿势躺着 会影响头行的行程 可经常给宝宝变换睡觉的姿势 这个越容易发生宝宝从床上摔下来的意外 父母一定要注意 手部的精细动作对宝宝的智能发展很重要 虽然宝宝还不会主动抓东西 妈妈可以把玩具放到宝宝的手里 让宝宝自己拿 感官与反射 自发性的动作增多 原始反射消失 更喜欢颜色鲜艳有细节的图案 心智发展 会停下吸水的动作去倾听 社会发展 这个时候的宝宝容易笑 而且是自发性的 会咯咯咯地笑 喜欢看人脸胜过看东西 本周特别关注 哭闹 哭闹是婴儿不能避免的特质 但新手妈妈常常因此感到精神紧张 情绪低落 其实哭是宝宝的一种语言 需要宝妈们耐心地去解读 室温太高太低 穿衣服不舒服 想睡觉 饿了 尿了 都会引起宝宝苦恼 另外 感到周围环境或者主要负责人的焦虑时 宝宝也会因为感到害怕而哭闹 新手宝妈降低焦虑的最好方法 就是从接受宝宝爱哭闹的事实开始哦 更多有趣的孕产母婴科普短视频就在生了吗